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重大打击 触及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动荡 美股在三个月内曾经四度熔断 另一方面,各国严格限制人流、交通运输 令到增长本身已经放缓的全球贸易说常加商 根据联合国贸法会最新的预测 疫情会降低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5% 到15% 然而对于不同的行业疫情带来不同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消费意欲低迷、餐饮零售、住宿旅游、交通运输 文化娱乐等这些行业的收入自然会大幅下滑 到制造业、房地产、施工建筑等 亦都因为人流、物流受限 复工、复产遥无期 不过其实线上办公、线上教育、线上医疗 新鲜物流等科技公司有机会异军突起 商机仍然是起到的 就着挑战与机遇并存 经济秩序有待重整的后疫正时期 香港能不能够把握新形势 能不能够摆脱困局在役后重生 关键是政府真的要带头 特别是财政司司长 你更加是贼无旁贷 我们不能够继续死守自由经济 继续有它透过自然的复苏 让到经济弹起 我们不能够再走这条路 所以我懇请司长要提早准备 要开放思维 亦都要带领香港去 在役后重振经济的准备